日本和牛可以说是香港人趋之若慕的美食 如果连自助餐都可以饮食 是不是很开心 Mr.Stick就破天荒在自助餐的黄金时段 退出饮食A5级神户牛和飞驼牛区域 一次过可以饮食8款和牛料理 部分美食还由师傅职场炮制 看看这边大排长龙 就是等师傅职制这款火炽和牛寿司 用火窗轻炸几秒至微微熟 布满文理的和牛慢慢滲出油脂香 最后掃上以昆布清汤和酱油调味的酱汁 配上葱花或萝卜蓉 入口都非常甘香 不过寿司饭就大了些 建议隔一会儿再排队 否则就很快饱逃 不如看看行政总厨Thomas 还有什么菜式推介 因为这次我们做这个执行 首次引入神户牛和飞驼牛 放在自助餐里做推广 我想现在香港没有一个自助餐 可以用到飞驼牛和神户牛 去做自助餐 其实我们用了比较特别一些 外面是比较少见一些 例如有牛肩甲 牛胸腹的部位 通常一般就是西冷 肉眼 牛柳那些 而和牛这种这么珍贵的食材 不是你说供应就可以供应 而神户和牛就更加严謹 店房必须要熟悉各个处理和烹调的程序 还要非常珍视这种食材 才可以得到当地的和牛协会认证 给食客信心保证 另一推介的铁板烧 就是用了飞驼牛肩甲小牌 和上腰脊肉等炮制 大大块肉片 即场切割 利用铁板的高温锁住肉汁 薄薄一块卷起入口 都非常肥美 牛味浓浓 至于烧牛肉 都用上两种和牛的鸡鸡肉 竟师傅精心切割 才可以得到比较嫩滑的部分 我们用低温慢火去烧 烧一块牛肉大约需要五个小时 吃出来很滑 而且油份很多 相信受起烧很多人都吃过 但是在自助餐中量上 就真的未见过了 这个受起烧汁 其实我们之前 都特意找过日本师傅过来 做一个秘方给我们 所以是特别香圆一点的 每一次去搓那块牛肉 大约是搓 8秒左右 再加上配菜就要吃 就特别夹的 还有其他用上神户鸵牛的料理 有即炸再即烧的吉列鸵牛 这碗饭记者吃了三碗 有鸭油特别香口 入口爽淡 用了顺周味噌和清酒烹调的牛腊条 有神户牛加持的关东煮 庶民美食大升级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谢谢大家